《基本法》第85條 我們再次歡迎《基本法》推廣督道委員會兩位成員 張俊勇、李浩然,謝謝你們 第85條是關於司法人員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 司法人員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 不受任何干涉、不受法律追究都明顯有兩個概念 浩然我們應該怎樣去理解這兩個重點 不如我從什麼叫做司法獨立開始和大家說 其實司法獨立在香港是很關心的 因為這是我們賴以成功的一個根本 是我們核心價值 但其實很多人都提到 其實對這個概念什麼叫做司法獨立 其實不是很假清的 總之政府就不要干預他 政府有任何的可能相關的就會反應比較大 但其實真正的司法獨立 其實這個85條條文就給大家一個很清晰的答案 就是法院在審判的時候 他是獨立自己去審判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審判的這個工作是不受任何干涉 就不是說不受政府干涉 是不受所有人包括可能是社會 包括任何機構任何的干涉都是不行的 這個才是確保司法獨立和法庭獨立進行審判的一個基礎 我補充一點 因為我都做了一段日子傳媒 每逢一個案件審訊期間 其實你都有留意到傳媒的報導是很小心的 即是他不會加插一些評論 那個官員應該這樣判 不應該這樣判 通常你在香港是看不到這些事情 其實是很小心的 當然今時今日有社交網絡 留言什麼都有 但其實如果你本著是尊重基本法的精神 第十八十五條就講得很清楚 法院是獨立進行審判 不受任何干涉 所以你講到這裏 其實我自己都有一些感觸 我覺得我們今天言論自由 大家亦都要發言 在社會公眾發言很容易 網絡你留的言就可以 但其實如果我們真是珍惜香港的司法獨立 我們的法治 其實我們應該讓我們的法庭在審判的時候 不受任何干涉 這個人任何干涉 其實既然科技這麼進步發達 就不是法律單方面 或者是法庭單方面可以去控制 而是我們每一個人自己都需要有一個責任去保護 第二個重點 Thomas 司法人員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 這個其實都很有趣 這個其實有些跟我們現在 好像是我們立法機構裡面的 即是我們立法會的議員 如果他們在立法會里行職責的時候 他的言語都不受追究 而法官其實作為司法人員 他的行為都不受追究 其實這個意義都希望就是當司法人員在職責的時候 是不會因為他的個別的一些行為 而影響了裁決的整個執行過程 基本上法官在思考的過程當中 由於不受任何干涉 這一條再告訴他 其實你不會被人追究 就提供了一個更加大的空間 這個都很重要 浩然有沒有補充關於這一點 我想都差不多 其實無論是法律的 等他無後背之憂 又或者是不受干涉 其實懷疑的都是一個獨立的審判 帶來我們香港的法治 如果有興趣看回相關的條文 還有基本法第77條 我們提到立法機關的時候 正如剛才的張綠洋所說 我們的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的會議上 發言是不受法律追究 不是的 77條就說明是發言是不受追究 第85條就是 司法人員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 不受法律追究 如果真的要咬文著志的話 原來85條和第77條是有分別的 麻煩Thomas你指出了這一點 稍後的人士 你要得到的時候 從而不受予醒 看看有什麽 在某個字 給我 但是 在某個字 通過 有